今年以来,随着全球旅游业的复苏,中国与多国互免签证等举措的实施,外国游客来华人数稳步上升,入境油市场加快复苏。 协程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内入境油整体订单同比增长超三倍,比2019年同期增长约五成。 记者前往北京景区,可以看到有不少外国游客正在参观游览,其中很多都是规模较大的入境旅游团。 Here we are at Shanghai and we work from Spain. It's really beautiful! People here is very friendly, and very happy to see you and show your city. I felt the city really well organized, the transports are really well organized, you can easily find things, and if you have people, they try help you, even though if they don't speak english. We are using cash and credit cards, and it's also easy to exchange money in the bank, 在景区商店和文创店 记者发现部分商家升级使用外卡POSE机 推出中英双语菜单 线下线上推动支付便利化和入园便利化 提升游客体验 现在我们的入境游客特别多 外国游客他可能会对于支付不是很方便 就特别推出了这一个 就是可以刷外皮卡 而且我们还会有一些英文的菜单 大家会点的咖啡会多一些 然后还有一些中国的一些红茶 目前Trip.com提供24种语言服务 以景区门票为例 携成联合国内600家头部景区 为境外游客提供多种语言 及30多种货币支付支持 业内人士分析称 持续扩大的免签范围 以及近期多部门推动入境游支付便利化措施的落地 将推动入境游进入复苏快车道 随着中国米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容和入境旅游基础服务的实习改善 入境游市场前景可惜 客户量以往在未来一至两年内 完全恢复是2019年的水平 局部地区以往反超2019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